时隔半个月,道克修理店今天又来活了 一辆白色蓝薄基尼小牛,要升级车身覆盖件 这其实是一辆二手车 原本这车子加装了宽体套件 车主觉得效果不怎么好 整个车身看着不是很协调 于是就给他们都拆了 车主自己也懂点气修知识 本来想着覆盖件自己弄的 可由于最近工作上的事情,没啥时间 所以呢,就将车子送到道克这修理店了 前机盖这边的间隙稍微有些大 等会需要对其进行一下调整 翼子板上面装的这个鲨鱼塞真心不错 车尾,道克打算加装一个帅气的大尾翼 给后保险杠,整成一个灰跟黑的双拼色 把车子开进修理车库 用液压升降器将其举起 然后,咱们开始维修工作 给这前机盖取下来,十分好奇 行李箱那个黄色罐子里面装的是啥 看着不像是氮气罐 前机盖道克已经准备了一个 全碳且带有进气孔的 安装的过程 道克顺带手对匹配的间隙进行了调整 可是效果仍然不理想 将两侧的车轮拆卸下来 然后拆掉前保险杠 取出翼子板 在这周边打几个孔 用于加强固定 给它拧紧了 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机盖跟翼子板的匹配 基本没啥间隙了 副架这边的操作方法也是一样 调整匹配间隙 看似简单 其实挺考验耐心的 需要反复对比 拆拆装装 确认车头覆盖件 匹配没啥问题 给保险杠跟翼子板拆下来 接着处理车尾的一些状况 这后保险杠上面有些地方磨损 道克给它们刮了逆子 现在准备 对覆盖件 进行喷漆工作 因为修理店 有专业的喷漆师傅 所以维修的进程相对快许多 把这些做好漆的车身覆盖件装 回车内 先安装 这个厚保险杠 接着给这个帅气的大尾一整上去 就这个尾一估计要不少马内 全碳纤维的 这车尾看着有点像Hurricane Store 继续把这一子板跟基盖 以及保险杠装回去 前保险杠这个灰色车漆 总感觉有些别扭 整车其实全摆挺不错的 两边的侧裙也给它们安装好 还有这个车标不能忘了 车轮安装好后 这辆兰博基尼修到这里也就完工了 给车子清洗一遍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升级后的效果如何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保险杠的颜色有点一言难尽 远看跟白色没什么区别 近看其实是淡灰色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